备受瞩目的平静号在经过多方的监控之下 预计将会在今天下午抵达雪兰俄州巴胜港口 对此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 希望平静号在移交给我国之后 可以售卖这艘游艇 以便可以锁回属于我国人民的钱 林冠英表示 一旦平静号抵达我国后 身为财政部长的他 希望能让这艘游艇获得最高的价值 尽可能将这个资产兑现 以取回属于人民和国家的钱 林冠英也补充 刘特佐被指示一马发展公司舞弊案的关键人物 因此将有关游艇拍卖 视较为妥当的处理方式 另外如果将游艇搁置在一边 难免需要一笔资金来保养游艇 否则这艘游艇可能因为折旧 而导致价值逐渐减少 因此有必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个资产兑现 尽管如此林冠英表示 平静号的保管权 将取决于总检察长的决定 除了尽可能拍卖该艘游艇 林冠英也表示 在当务之急是确保所有的文件都办妥 以及相关的事务都有良好的监控 据了解平静号的市场价值 可能高达2亿5千万美元 也就是相等于10亿2千万令吉 较早前 印尼政府也已经准备将平静号移交给我国 预料将在今天下午抵达巴生港口 预料会